中国现在正发生着政治动荡 而外媒的报道就成为我们学英文的好教材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讲的是那个白纸 他们拿着白纸 然后就对着这些media 然后说我们现在在抗议中国政府 那它的起因是因为什么 乌鲁木齐发生了大火烧死了不少人 背景其实就不用说了 我们就来讲今天要讲的重点 一张白纸的英文要怎么说 一张白纸中有白色这个字 难道可以用white这个字吗 不是不行 其实我很想就破题给你看 就我这边写了几个不同的expression 如果想讲一张纸的话 那个章的单位叫什么东西 大概用的是sheet s-h-e-e-t sheet 你说这个sheet能够 还能用在其他一些地方吗 呀可以 例如说你的床单就可以叫它bed sheet 所以sheet就是一张东西 那一张白纸可以叫做a sheet of paper 那白色丢在哪里 能不能就把它丢在这个纸的前面 a sheet of white paper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可是你如果说a white sheet of paper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是呢 一张白纸你还可以说成 我最后这边写了这个 a blank sheet of paper 那它跟a white sheet of paper 不一样在哪里 不一样在于blank这个字的重点 在于上面没有东西 如果今天你这边是一张白色的纸 上面写了东西 它仍然是白色的纸 没错吧 你还是可以叫它a white sheet of paper 或者a sheet of white paper 可是如果说你上面写了东西 你就不能够叫它a blank sheet of paper了 因为blank可是里面上面没有东西 所以重点在不一样 所以白色的纸 我们用white这个字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是一张红色的纸 你可以叫它a red sheet of paper That's fine OK 所以能不能混在一起用 正好这个报道里就有这样的用法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先看一下 它这里讲的是white paper protests 它真的就用白纸白色的字用在这里面 白纸的抗议革命这样子 protest这个字 它这个标题还很有趣 这个报道其实在讲的是 中国卖纸的供应商 他就说反正他们就有了麻烦了 因为政府就限制他们说不准给我卖纸 因为卖纸的时候你要拿来抗议 所以他反而是禁止卖纸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禁令真的还蛮傻的 but still 所以他的China的top stationary supplier says it's still selling A4 sheet 我们卡了一下 A4 sheet 为什么这个A4卡一下下 因为外国没有A4 他们不称A4 我们往下看就会知道 为什么不叫A4了 所以它是中国的top stationary supplier 这个字也很有趣 stationary stationary就是文具 所以这是文具的供应商 stationary supplier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字 长得跟它非常的像 你如果没看萤幕 我拼给你听 刚刚讲的文具叫做stationary S-T-A-T-I-O-N-E-R-Y 它是E-R-Y结尾 可是如果你把它变成station这个字 一般来说正常的形容词的变化 它会是A-R-Y结尾 所以它变成了S-T-A-T-I-O-N-A-R-Y stationary 基本上发音是一样的 那两个不一样在哪里呢 刚刚说的这个stationary E-R-Y结尾 它是文具没有错 所以你说是文具店 你就可以叫它stationary store 没问题 可是后面的这个stationary A-R-Y结尾的话 它就是station这个字的形容词 那station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会想说station我熟啊 火车站叫做station啊 没有错 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停止不动 像我们讲说你被驻派 你被驻派在阿富汗 驻派在英国 驻派在什么什么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station来说 I am stationed in Asia I am stationed in Europe 所以station这个字 还是被动的形容词 你被安排驻派在什么地方 OK 所以stationary变成是 定在那里不动的形容词的意思 所以有一种脚踏车 叫做stationary bike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在 健身房里面骑的那种飞轮 因为你怎么骑它都不会跑掉 所以stationary bike 就是健身车 OK 运动的那种这样子 我讲飞轮你应该都懂了 好 所以这个字我们也看了一下下 所以他们说 他这里讲的是中国的stationary supplier 也就是文具的供应商 而不是禁止不动 刚刚的另外一个字 好我们来看一下 报道本身 说了些什么东西 第一段他说了 所以这边先 第一句话讲完了 我似乎刚还没 一眼没看出主持动词呢 所以这个 The rare protests 大概是主持 所以就是一个 很少见的那个protest 你知道中国 你只要有protest的话 大概马上就会被surprise 会被移平掉 但是目前好像还正在发生中 So the rare protest 看起来是主持 然后接下来是信用支持局 所以这个protest 他已经 已经遍布中国了 That spread across China over the weekend 好 所以 often featured demonstrators 所以看到了 动词应该就是feature 所以这个protest 常常会 以这个为特征 主打这件事情 often featured feature什么东西呢 受持就是 抗议者 demonstrators 那他们干嘛了呢 下一个字又不是动词 他们hold着 就是一张一张的 白色的 上面没有内容的字 所以holding pieces of blank white paper 所以你看他这里 把两个字合在一起用 也没有错 OK 所以blank white paper 强调一下 paper原则上不可数 除非你讲的是报纸 所以他这边的 他的数量 在前面的单位是 pieces of blank white paper 那你可能说 Paul你刚刚讲 不是说sheets吗 都可以啦 OK 你相信我 a sheet of paper 绝对不是错的 他只是选择 没有在这里用而已 这样 所以pieces of blank white paper 那这句话就结束了 豆点后再多一个补充 所以这个补充就说 这是个现象 这个现象已经造成了 对于这个中国的供应商 造成问题 所以豆点后 a phenomenon现象 那又有一个形容词指句 在说它 that has caused problems 造成问题 对谁造成问题呢 for the country's top stationary chain 所以stationary 刚刚说了一次 就是这个文句的 那chain就是这个连锁店 这样子 好 然后下面又继续说下去 所以它 in a symbolic protest against censorship young demonstrators held up sheets of white paper a metaphor for the critical social media posts news articles and outspoken online accounts that have been wiped from the internet as thousands of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所以这段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抗争中 in a symbolic protest 那这个protest是 针对或者对抗着中国的 那个censorship 我知道censorship 一般我们把它翻译成是 它其实是把东西挡起来 这样叫做censor 可是我们一般叫它审查 这样子 好都ok啦 所以这是来抗议审查的一个 象征性的一个protest 豆点后才是主持动词的开始 所以young demonstrators 主持出现了年轻的抗争者 动词就是举起 held up sheets of white paper 你看这里出现我刚刚讲的sheets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metaphor metaphor是一个比喻 所以这比喻什么东西呢 比喻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啦 或者新闻报道上啦 或者就是很多很敢讲话的一些 线上的一些账号啦 他们就像白纸一样 都被整个擦干净了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metaphor for for what for the critical social media posts a b 是news articles and 第三个 c outspoken online account 所以这是一个排币 所以这个metaphor for a b and c 这样子 再次social media posts 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帖子 news articles 好新闻的这个 新闻文章 最后就是很敢讲话的线上帐号 an outspoken online account 所以outspoken就是很敢发言 叫做outspoken 那他们呢 已经被从网路上抹掉了 that have been wiped from the internet wipe就擦掉 那 而同一时间 好几千人呢 就走到街头来抗争 所以上街抗争 我们有好几 大概好几周 还是好几个月前 讲过这个词 we take to the street 有多一个介细词在这里 所以并不是说 we go on the street 不会 我们会说we take to the street 所以take to 基本上也有 诉诸于什么东西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take to the street 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片语 这样子 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的一个 人民崛起 你甚至可以称它为暴动了 所以这个词就是uprising 所以我们再看一段就好了 就可以把今天这集就结束了 so the unprecedented uprising which has been largely ignored by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so demonstrators calling for an end to strict covid lockdown covid lockdown measures and political freedoms 好看完了 所以主词呢 就是这个前所未有的uprising 所以这个unprecedented 这个很常看得到 但我知道很多 我们常有新观众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词 打出来一下下 precede这个词 就是走在前面 OK走在前面 走在后面叫做succeed 这个常讲 但没关系 那前 所以走在前面 要是你前面没有人走过 也就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就把这个词变否定了 加个on在前面 那后面的部分 我们把它变成被动的 unprecedented 所以这个字叫做前所未有的 史无前例的 所以the unprecedented uprising 那这是主词吗 uprising 那动词在哪里呢 动词就是见证到了 所以这个抗争 见证到了 抗争者呼吁着 就把这个covid的这个封城 给它停止掉了 不要再封下去了 so the uprising saw 看到了 demonstrators 看到了这些抗争者 呼吁着call for 所以后面接着是calling for for what 所以这个封城的结束 calling for an end 结束掉 an end to what 所以对于什么东西的结束呢 an end to strict covid lockdown measures 所以这事实上是 这三个字是 走在一起的一个概念 所以covid lockdown measures 所以covid的封城的政策 前面加个形容词 严重的 很严谨的 so calling to an end to strict covid lockdown measures 以及call for what 另外一个东西 political freedom 政治上的自由 好 所以我们看到 uprising这个字 多补一下 所以uprising是 刚刚讲的抗争 或者是讲暴动 你干脆讲的更白一点 就是riot这个字 这个字真的就是暴动了 还有这样子 揭竿起义这个字 我们还可以叫它insurgency 也常在中东的一些国家 看到他们用这个字 拿出来说这样子 或者是南美洲 那个时候的切戈瓦腊 或之类的 我们就叫它insurgency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词 就比较再更 缓和一点的字 我们会用civil 这个字先放前面 civil就是 有文化的文明的 civil 也可以是公民的 所以公民的动荡 公民的不服从 公民不服从 听起来就觉得好像 没有暴动那么样的有力 可是这就是一种 euphemism 一种软式语言 所以civil后面可以加的字 很多 包括有unrest unrest就是不安宁嘛 对不对 所以安宁 休息着叫rest unrest就是休息的相反 所以civil unrest ok disorder就是 你知道orderly order就是秩序 disorder没秩序 所以civil disorder 很常见 civil disturbance 也ok civil disobedience 就刚讲的公民的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 因为obedient 或者obedience 名词形容词 是服从 所以不服从叫disobedience 或者disobedient 形容词的话 那你也可以叫他social unrest 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总之社会动荡这样子 那 他们在试着颠覆政府 所以有这个字叫做subversion 也是就颠覆的意思 subversion 那还可以变形容词subversive activities 这个报道等一下会出现这个词 甚至中国曾经好像就通过一个法律 就是反分裂法 还是反反反动乱法 还是之类的 好像有听过这个词 就是anti-subversive policy 还是law什么的 那我有点印象不清楚 好多年前的事情 算了啦 好 那这边还有很有趣的就是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他这边说的就 其实下面一段说的是 我刚刚不是说完了吗 对不起 人不是会再多说一点点 下面说的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 他的标题说 文具店不能卖职 对不对 被官方限制卖职 所以他们这边就有说 有这么一家 就是MNG Stationary 是中国最大的 它是一个household name 基本上中国都是 去这里买文具 大概是 有超过8万家的零售店 80,000 retail outlets across China 但他的股价往下跌 因为就不准卖职 所以他这边说了 The company would ban the nationwide sale of A4 white paper sheets 所以这公司会 会禁卖 全国性的禁卖 A4的white paper sheets online跟offline都不能卖 可是这边问题就来了 外国人其实是不知道 A4的概念的 他先写给你看 那他就知道观众出现疑问了 观众心里一定出现疑问 什么是A4啊 不知道 所以他下一句或下一段 你看他这就分了一段 特别解释一下什么是A4 所以这是新闻报导的一个 必要做的一个对读者的服务 就是他知道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他补充一下这个内容给他知道 所以这段说了 A4 refers to a standard paper size commonly used in countrie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所以你看我们才说 他叫A4 那在加拿大跟美国 事实上没有A4这个字的大小 没有 因为他们习惯的字的大小呢 是 因为我以前待加拿大我也知道 我们叫他letter letter size 所以我这里找了一个网站 他这里有个standard paper sizes 然后这边就下面往下看 size有一大堆 A1 A2 A3 A4 那A4呢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 所以其他名字被写着letter 这就是外国人用的 所以性质大小 他们就叫他letter size 他们不叫他A4 大概是这样 好 这你知道一下就好了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他们真的嘴巴上不会讲A4 我们讲A4非常清楚 可是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不知道A4 好 我要讲的就这一个 All right so anyway 那总之呢 这个大概会再继续动乱下去吧 那也没办法 那只能祝中国的同胞 全世界都有同胞 你不要管我什么政治立场 希望我们中国台湾中国的同胞 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过去 说不定他们能够得到民主 也不一定谁知道呢 我还有最后一个字还想讲一下 对不起 原谅我一下下 所以这边说的 好 说就是说 他们希望大家不要去囤指 所以囤指这边有个字叫做 hoard 所以他们这个measure就是 prevent outlaws from hoarding a large amount of A4 white paper and using it for illegal subversive activities 你看又看到了 我们刚刚说过这个词 这个颠覆的这些行为活动 subversive activities 那前面这个outlaw就是违法人士们 所以能够预防违法人士 来去囤积大量的A4字 so prevent outlaws from hoarding 再加一次 a large amount of A4 white paper 所以hoard H-O-A-R-D这个字 就是一天到晚在家囤东西 所以就囤货这个概念了 基本上 所以要是今天你是一个 像我真的 我脑袋还突然闪过 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 我姐姐最近回来台湾 跟我一起照顾爸妈妈 然后她就买了一盒丹麦饼干 你知道丹麦饼干是铁盒装的 吃完那个之后 我心里就闪过一个想法 这个铁盒子可以拿来装东西 所以说不定我就不会丢 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想法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有时候 这个可以装东西 那个可以怎样 我们就把它留起来 然后它之后可能真的可以装东西 所以我们就觉得物尽其用 这是很不错的一种 节省又环保的概念 可是现在我会觉得家里对待的东西看得很烦 所以我现在希望人生走的是minimalist的一种过的方式 所以minimalist我们有时候叫它极简锋 所以我希望人生可以过得minimalist一点点 OK 打字打不好 minimalist minimalism is the way that I hope to live is the idea that I hope to live by 所以holding的想法 我是希望已经没有了就是 可是我知道我们台湾很多同胞 家里面囤了很多东西 那那个就叫一个holder 希望你不是holder 就算是也没什么了不起啦 说真的 I'm not judgmental 好 anyway 讲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